环球传播 以贴近时代的传播平台 传递爱与关怀 点亮每一颗心 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父亲 向法院控诉 学校隐瞒家长 向其12岁大的女儿 进行了几个星期的 性别认同辅导 灌输LGBTQIA 加理念 整件事情 直到女儿因心理问题 而自杀未遂 才被家人发现 学校回应 考虑到这个家庭信仰天主教 女儿本身也不愿意 在家里谈论性别认同议题 因此才做出私下辅导的决定 这是发生在2021年底 佛罗里达州 好几起与性别认同相关的 诉讼案例之一 为此 佛罗共和党员 以先前通过的 家长权力法案 Parents Bill of Rights 为基础 在修订 亲子教育权力法案 Parental Rights in Education Bill 并于今年2022年3月8日 正式提案通过 通过之后 佛州任何学校 不得再向监护人 隐瞒教学内容 与孩子身心发展情况 立法效率很高 算是保守右派的一次胜利 不过呢 这项法案 却引来全美围剿 原来啊 其中一项条文写道 校方人员不得在课堂中 对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进行性倾向 性别认同的课程 也不得 以不适龄 和不符合周标准的方式 进行相关课程 如果学校违反了这些规定 父母可以向学校提起诉讼 左派及LGBTQIA家相关社群 强烈抨击整个亲子教育权力法案 并称其为 Don't Say Gay法案 担心它会引发专制的寒蝉效应 使得教师不敢再与学生 谈论性别话题 一对同性情侣说 我们 也既是这个同性伴侣啊 在争取孩子和家庭的战场上 赢得了胜利 能顺利地生活在一起 但他们现在却想办法 抹除我们和我们的家人 该法案会让一些LGBTQIA 青少年在面临到性别认同时 更加的被边缘化 孩子需要在安全的环境中被接纳 这个需求应该要优先于父母的一些价值信念 右派 包括佛州州长在内的另外一些名流 柔泽回击说 当你仔细看法条 他实际上是在说 不得向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教授和性有关的课程 有多少父母会希望他们的孩子的课程内容 包含跨性别理论呢 学校应该教孩子们科学 历史 阅读 写作 以及公民意识 还有对美国宪法的理解 这些更基本的东西 才是让美国有其独特之处 现代人口才越来越好 着眼点越来越细 碰上了重大议题 不投入极大的心神经历 绝对争不赢 但尽管投入下去 争执好像也没有一刻停止 在这项议题底下 究竟是保守右派能继续坚持立场 还是激进左派会再下一城 答案不难想象 当左派高举自由大建 任何盾牌都不堪一击 在这波激烈的争吵中 迪士尼远以沉默的态度 看似战向法案本身 但终于也不堪指责 正式发言 转头左派大事 迪士尼执行长 叫做查佩克 Bob Chepak 他起先保持沉默 因为他从经验中领悟到 巨型公司的任何声明 都不可能改变人们的思想 只会变成反方 煽动对立的武器 然而 谨慎发表声明的看法 虽然智慧 没有声明 却同样无助于现实 并且迪士尼在政治上 有他的影响力 他终于不得不发言 表态反对法案 不料 迪士尼旗下的顶尖团队 曾制作出 飞乌环游记 寻梦环游记 玩具总动员等经典动画的皮克斯 却有人匿名爆料 指称迪士尼高层 曾要求检掉几乎每一场 同性恋情感戏 无论创作团队和皮克斯高层 再怎么抗议也无效 员工说 我们这些皮克斯员工 曾亲眼目睹 那些充满多元角色的美丽故事 却被迪士尼高层 删得零零碎碎 这封信 令查佩克颜面尽失 很快 他在董事会再次道歉 正式表态支持 LBGT QIA Plus群体 并承诺捐赠500万美金 给其中最大的团体 人权战线 Human Rights Campaign 不过 人权战线居然不领情 他们公开拒绝迪士尼的经费 并要求迪士尼做出 更有实际意义的行动 以对抗佛州法案 比大笔金额补助 更有意义的行动 会是什么呢 有消息这么说 从今往后 迪士尼 不会再提供经费援助 给任何一个 反LBGT QIA Plus群体的 周一员 在这个时代 没有金钱 几乎没有人办得了事 那些以保守 古典 道德原则为脊梁的井子 还能够坚持多久 到头来 人民究竟是被政治家所治理着 还是被巨型企业所治理着 迪士尼创造了全球性的童话 创造了历史性的传奇 他曾经是许多人的保姆 也曾经是许多人的孩子的保姆 把孩子交给迪士尼 父母不仅放心 还很开心 不过 以后迪士尼的作品里 也不得不像 每一部政治正确的 美国剧集一样 刻意放入性别 种族元素了 让LBGT QIA Plus群体 感觉安全的需求 在学校不仅高于 父母的教育价值信念 在影视 也高于一部作品的 审美价值信念 说起来荒谬 为什么 让素食主义者感觉安全 让爱狗人士感觉安全 或者 让不婚主义者感觉安全的需求 优先级 就没有那么高呢 选择吃婚 吃素 或不吃 都可以 不冒犯人 选择爱狗 爱猫 或不爱 都可以 不冒犯人 选择单身 还是结婚 都可以 不冒犯人 唯有性向问题 非得选一边站 且之有一边 是正确的 以后 把孩子交给迪士尼保姆 父母还能放心吗 去年2021年6月 匈牙利通过一项法案 首先 是加重 对恋童癖者的惩罚 其次 则禁止学校媒体 对18岁以下的儿少族群 描绘或倡导同性恋 及跨性别族群相关的知识 这项法案 被人认为 有将同性恋 与恋童癖 画上等号之前 于是被抨击了 不是被民间少数群体抨击 而是被整个欧洲议会抨击 欧洲议会664名议员 有459名议员 同意 以最强烈的措辞 谴责匈牙利 并成立专案小组 处理匈牙利价值观问题 哈利波特作者 JK罗林 之前因为部分言论被描绘成反LGBTQIA 人士 不仅被影剧界多数人撇清关系 连哈利波特电影20周年盛会都不被邀请 今年二月 纽约地铁站甚至出现一则广告 上边写着 想象哈利波特 没有作者 给人们的感觉是 如果得罪了高举 自由的大军 连超级作家的矿石杰作 都有理由被剥夺 不发生的群体占大多数 社会趋势 却是被少数积极人士所引领 左派会将美国带往哪里去 观察 效法着美国文化的全球人民 又会被带往哪里去呢 《创世纪》18章20节如此说 一和话说 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 升稳于我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朋友 欢迎订阅